你好,请问一下您是那个陈飞宇的粉丝吗? 你好,我是 周一大瓜来了 狗仔超能摄影洋洋 此前就预告,要爆流量明星瓜 终于在中午放了出来 没想到会是陈飞宇 狗仔直接放出了陈飞宇与女网红的床 照 根据狗仔爆料 女方是一名小网红 短视频账号叫是逸琳阿 2021年陈飞宇就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还曾多次在长沙某高档酒店开房 从曝光的照片看 陈飞宇处于熟睡状态 疑似女方拿手机拍摄 而且还凑近了男方偷偷合影 似乎并不知道女方在拍摄 狗仔还通过照片中男方的脸部细节 对比了陈飞宇 发现男生的耳朵 嘴角的痣都跟陈飞宇一致 确定是他无疑 另外照片中的酒店环境 跟网上能看到的长沙 某酒店内的装饰基本一样 狗仔这一波爆料算是很细节了 而女方的账号也很快被扒出 她在某社交平台上粉丝21万 日常发布的都是一些短视频内容 都是同一个系列 当女朋友是你老板时 上面还显示毕业于清华大学 女方长相比较甜美 脸圆圆的 看上去非常的年轻 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日常装扮也相当基地气 没有太多网红脸的感觉 整体十分临家 从第一个视频看 更新是从去年12月开始发 也就是刚开通没多久 再从内容看 应该是签约了网红公司 拍段子吸粉 本身出镜担任老板角色 还有网友称 女方疑似已经结婚了 这次照片曝光猜测 是不是女方另一半所为 另外 如果两人只是恋爱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从目前曝光的照片 拍摄的视角是女生 这些属于私密照片 怎么会报给狗仔 难道两人真的闹掰了 还有网友火速出面爆料 称这个女生是陈飞宇 秘国时期的战姐 后来签约了个公司做艺人 还称陈飞宇早期的一些机场照 还有这位女生的身影 看到这里 网友纷纷感叹 陈飞宇还没有大红呢 就开始自己作妖 甚至还有网友想到当年吴某某爆出的照片 感叹两人不仅长得像 连这种事情都能一样 说起来 陈飞宇作为新二代 她的父母一个是陈凯歌 一个是陈红 她出道就享有了不少好资源 去年还凭借点燃我 温暖你有了热度 而且以往上综艺 陈飞宇看上去家教严格 非常有礼貌和涵养 现在传出这种风波 不知道陈凯歌跟陈红要怎么回应 如果只是正常恋爱 那就祝福 但女方又被报是战姐 又被报经常开房 看上去并非稳定的情侣关系 只能说 娱乐圈太复杂了 还真是让人意外 就会让人意外 对 对 对